Missu Outlet 部份是大阪市的學建區 它是為期三層 這裡有簡介如何去 我們也是乘搭Metro 去到門真南站 走過去大約8分鐘 有些要留意的是三層有些店舖 這張紙就顯示了哪些店舖是售署的 例如Nike沒有售署的 其他大品牌,Tommy也沒有售署的 所以要留意 這個瓷間的設計很特別 專門沖洞 讓它的醬汁可以流進去 變成不用食湯 你只要吃點麵 這一餐是很傳統的一餐日本的食物 有拉麵、炒飯和餃子 就在這個Outlet 裡面 好吃 傳統也是有冰水提供 冰水? 我要冰水,麻煩你 你說 ありがとう 你說ありがとう 謝謝 謝謝 不是啊,謝謝 還有日本還有一個文化很搞笑 就是冬天的雪糕店 又有些外賣雪糕的售賣機 去買 雪糕店全部都是可以很多人去吃的 所以大家都無懼冬天吃雪糕 在日本 我今次吃這個岳橋的拉麵 竟然挺好吃的 它其實混合了像韓國一樣 這些其實是那些年糕來的 韓國年糕 有些韓國泡菜也會加進去 但它又做到醬油味 所以這個拉麵也挺特別 是的 這個外賣最主要有三層 三樓、四樓、五樓 三樓這裡有個資訊 就可以借這個 BB車 平日來說人流不多 我們五點多來到吃點東西 再逛一逛 都是理想的 還有這個也是在大阪市內 近郊的地方有一個外賣 也是非常好的 一個購物店 不過外賣比較舊 而且是有一點開放空間 所以進來也是有點冷 Nike 各方面 Editas 都有 牌子上可以自己再參考一下 這個就是Information 這裏有些東西可以租 最主要這個購物店 有三、四、五樓 逛了大約兩、三個小時 連吃東西 現在晚上 就走出去地鐵站 這個購物店我覺得 也值得來的 因為有些outlet 有些夜賣 也是 不錯的 不錯的 我們現在就在outlet 走回去地鐵站 沿途其實也沒有人 在那邊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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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門真市 我現在前面也有樓 這個地鐵的設計 是可以讓單車 這樣爬上來的 省一點力 這裡也可以 這裏又可以滑下去 對呀 好像這個姐姐 好像這個姐姐這樣 省一點力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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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在這裡 是嗎 我應該不是 在這裡 我應該不是 要夠時間才散 他們日本的地鐵很準時 他們的地鐵很準時